MING PAO TORROW MING PAO TORROW MING PAO TORROW Hi Adrien 你今天帶我來靈探點地有甚麼事 Hello Crystal 你看到分裝速就知道我帶你來跑步 最近我參加了很多比賽 其中一個比賽就是建造業開心跑2021 這個比賽我也有參加 不過我第一次跑 有甚麼要注意有甚麼要做呢 參加線上跑其實很簡單 我們的電話最少要安裝一兩個應用程式 但安裝應用程式有甚麼用 這些程式最主要記錄我們的時間 還有我們的距離 那是否像現在經常有人下載的RunKeeper 是 沒錯 你有聽過RunKeeper 你知道RunKeeper是怎樣用的 用RunKeeper在打開應用程式後 先按Sign Up登記成為用戶 你可以選擇以下任何一個帳戶 或者是電郵地址去登記 選擇了電郵地址登記的跑手 只需要按照指示輸入所需的資料 就會成功建立帳戶 之後再完成編號設定 就可以使用了 那很簡單 好了我們剛剛做完熱身運動 現在就進入應用程式的主頁面 直到可以開始跑了 喂呀Asian 不要只顧著跑 這個活動還有些要求 哎呀哎呀 差點忘記了 除了運動紀錄之外 經過打卡點 記得拍下你開心跑的時刻 而照片必須清楚顯示 參加者號碼編號和打卡點 而打卡點的確實位置 竟已上載到活動網站 給各位參考 那我明白了 恭喜你啊Crystal 這次是你第一次10K比賽 在你比賽結束之後 記得先按暫停 檢查一下你的完成時間和距離 記住啊 按停止 最後卡圖 卡圖 一定要清楚顯示了你的運動日期 時間、距離 還有路線圖 不要浪費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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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這裡究竟要怎樣提交紀錄呢 哇Crystal 10K都難你不到啊 現在的步驟更加簡單 首先透過這個QR Code 登錄上載運動紀錄頁面 然後按指定輸入參賽資料 上載運動紀錄圖 和打卡照片 這樣就完成了 哦 不過最後呢 拍了一張漂亮照片 當然要放在社交平台和朋友分享 發佈之前記得加上Hashtag 新馬來購買了 比一次伊朗 新馬來購買了 USC 下巴